美国联邦众议院9号无异议通过 台湾冲突贺阻法案 法案规定如果中共将要攻打台湾 美国残政部必须依法公布 中共高官的非法资产 对象包括中共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还有这些影响台湾公务的中央委员 以及他们的直系亲属 此外被制裁的对象及家属 还将被冻结在美国资产 并且无法使用美国的金融服务体系 近年来对中共强硬 已经成为美国跨党派共识 两党议员希望透过揭露 中共高官的非法资产 以及切断他们的金流 来嚇阻中共侵略台湾 新唐俩电视林家伟李一红 综合报道